男子在户外慢跑竟然遭雷擊身亡 苗栗是一名31歲流性男子 13號傍晚到河堤公園運動 當時下著雨還伴隨閃電 男子突然遭到雷擊 當場倒地不起 現場還冒出了燒焦味 連地磚都碎裂 經過送醫一度恢復呼吸心跳 但14號凌晨還是傷重不治 醫師表示可能是兩大的關鍵原因 一個是男子在空曠區 又在堤防制高點上成了引雷體 再來他全身湿透 就連鞋子都湿了 無法成為絕緣體 物理老師則表示 雷擊電流高達1億伏特 是高壓電的10萬倍 遭到雷擊的男子被救護人員 台上救護車仍已明顯失去生命跡象 右小腿還有遭雷擊的傷口 散發震震燒焦味 成為現場男子遺留的運動鞋被炸開 地磚也被炸得粉碎 民眾表示一次好像是遭雷擊 兩耳有耳肉的現象 右小腿進骨上面有一個 發生在13號傍晚 31歲流星男子來到苗栗市 河濱公園運動 當時正在下雨伴隨閃電 他慢跑經過河堤 沒想到遭雷打中 當場沒了意識倒趴在地 只是到底什麼巧合 會這麼剛好被雷擊中 急診醫師分析原因 可能是男子犯了兩項錯誤 在空曠處因為你有可能是在當地的一個制高點 所以就會產生是一個引雷電 一來男子在提防制高點上成了引雷體 二來他全身濕連鞋子也濕透 無法成為絕雲體慘遭雷擊 而到底雷擊電流有多高 以一般家用電來說 電流110伏特高壓電1500伏特 通常人只要220伏特觸電 就足以引發心率不准猝死 而雷擊高達數百萬到數億伏特 威力是高壓電的10萬倍 他所散發出來的能量 相當於一個小型的核電廠 所發出來的電 遭雷擊的流星男子經過送醫 一度救回不幸的14號凌晨 還是傷重不治 鄰居得至2號都很驚訝 流星男子憲兵退股 平常在電子廠上班 還擔任健身房教練 沒想到遭逢不幸 提醒民眾避免落雷時段 待在空曠處 也別在雨天出門運動 降低被雷擊的風險 記得踏出苗栗 綜合的道